的會議的進行大家其實看到了 其實韓院長甚至更變本加厲 他甚至宣布今天接下來不再清點人數 可是很明顯看到其實很多這些不同黨派的人明明進進出出 在議場內的人數根本就兜不攏 可是在兜不攏的狀況下他卻宣布接下來不再清點人數 請問這算什麼民族 你就算要表決這有合乎合法的程序嗎 這有合乎我們其實議事的規矩嗎 連清點人數都不敢 連表決的人數都不攏 還說什麼要表決 還說什麼民族 今天這是剛剛正在發生的事情 甚至比在週五還要來的更扯 更離譜 甚至我們在好幾次的送案 國民黨的委員甚至還阻止我們送案 不讓我們受程序的動議 這是現在看到的狀況 國民黨一直在上面喊說要開會 請問要開會 為什麼你還在上面 為什麼你不敢下來開會 為什麼連記名表決都不敢 為什麼連負責任的把自己的名字印在公報上面 讓大家知道是誰主張了什麼 是誰主張了這麼荒謬的法案 為什麼都不敢 這就是現在的國民黨 這就是現在的民眾黨 甚至黃國昌剛才還躲在國民黨後 我看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淒涼 沒想到有一天 黃國昌就成為了躲在國民黨後的孫辣